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前列腺炎疼起来可不消停啊 最近流行问一句话 你是不是嫌得淡疼 我不知道嫌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深切体会到了淡疼的滋味 一想到啪啪啪 我就丁丁疼 老婆碰一下我都想躲 我老婆早就不拿这眼看我了 说我不爱她 她怎么知道爱在路上长满了刺儿 专门扎丁丁的刺啊 兄大的 腿长的 停 别再刷屏看美女了 我这丁丁已经开始疼了 好像还有根绳子在扯淡淡 视频痛早些扬尾这三个词 哪个男人摊上都得抑郁吧 男人有自信 全靠前列腺啊 医生 啥叫精子不活动 啥叫精子畸形 啥叫少精 我要断子绝孙了吗 啊 啊 啊 前列腺炎会影响经验质量 严重时还会导致不愈哟 尿尿的时候痛 补尿的时候也痛 啪啪啪的时候还痛 可能连娃也耽误了 这就是前列腺炎 除了疾病之苦 还有治疗之苦 一说前列腺炎 不是嫖娼就是手淫 找个小针锁快点要算了 在大医院碰上熟人 可怎么说啊 这病得了几年 好了又泛泛了又好 他们有专家 秘方 引进国外特效技术 医疗程更治 目前 我国的前列腺炎患者中 真正到大区院就诊的 还不足20% 这都是因为大家受了误导 把前列腺炎和男性的尊严 不绝现行为 终于过度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 给患者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让那些不规范的黑症索 有机可乘 深夺君想说 前列腺炎很普遍 和其他疾病一样 有他自己的客观规律 不偏见 不耽误 积极去正规医院治疗 才是正确的 得了前列腺炎 生活将变成怎样 这个问题算是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因为前列腺炎 这牛掰的地理位置 它和丁丁的婆奇 射精 虚虚 都有这密切的关系 我们这一专题 就打货以往的叙述手法 从实用角度入手 前列腺炎 与虚虚那些事 前列腺炎 与射精那些事 前列腺炎 与虚虚那些事 哪怕你平时再高了 再偷俗 深度君 还是希望你能在被窝里 为自己刷五分钟深度视频 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